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欢迎城市超级白节目中的灵魂人物小白学长 大家周末晚安 大家好 学长好 学长啊 首先啊 我想要请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之前有没有UI UX的经验 或者是身旁朋友有做类似UI UX设计的这种职位的经验 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其实我之前在做网络工程师的时候 其实我身边就会需要跟UI UX的设计师一起工作 然后我自己蛮特别的经验是 其实我在刚进入这个产业的时候 没有就是那时候其实没有什么UI UX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师的词汇 就是网页设计师这样子 对 或是网页工程师 所以你不会想那么多就是 UI跟US到底是什么 那我第一次正式在这个职位上面看到 有UI UX设计师的时候 我就觉得超酷的 为什么 因为我的同事他就是这个胎统 而且他长得也蛮正的 就是你会觉得 哦 是女生 是女生 没错 哦 了解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你知道前端永远 就是因为我当时候在做前端的工作比较多 所以那个时候前端跟UI UX设计师 就会一起工作比较多 你就会觉得哇 这个职位怎么都这么的就是这么厉害 然后又这么的美丽这样子 你就对这个职位印象特别好 对 所以我自己的生盲经验是说 UI UX的在我的印象里面都是 就是你需要有一定的美感 OK 因为你知道设计师嘛对不对 他们穿搭也很厉害 然后他们还会带些什么贝蕾帽 我不知道你知道 小白你有听过贝蕾帽吗 有 只是我想说 这通常都是那种美法设计师才会有的样貌嘛 所以做网页的也会这样 呃 对 没错 对 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惊讶说 原来他们会戴背帽帽然后也会化妆 然后就是就是你就会觉得它是很fancy 因为你知道就是在工程师的世界 可能就是黑跟白 突然有一天UI UX设计师进来的时候 一个彩色的进来了这样 对 就是都变彩色了 哇 小白薛长真的是很幸运哦 遇到UI UX设计师 OK 那之后可能走在路上漂亮的女生 都是UI UX设计师了 可能可以问他一下你是不是缺钱端 他可能会他可能会把你封锁 我们是好意的去跟人家做个互动嘛 OK 好 那 OK 看来小白薛长在设计这一块的经验 也算是有的 OK 那薛长那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个主题吗 为什么 难道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吗 是要谈感情的事情吗 说大事也不是说也不是大事情 不过呢 因为小白我啊 最近默默的对UI UX设计这个领域有点好奇 然后你知道越是踏入前端 卓马看话的同时 就会看到有一块有趣的陌生的领域这样子 然后所以才会突然看到这个 这个网页设计师这个 这个 title 或这个职业在做的事情 小白薛长应该也知道 我平常就超喜欢看YouTube的 所以我在那边划YouTube的时候 就常常看到一些国外那种 没有设计或者城市背景 但转职成功的那些YouTuber 我就觉得说 哇 他们真的是人生胜利主耶 就是 胜利吗 胜利主 对 就是因为他们 他们就是 他们除了没有经验之外 他们之后 在半年之后 可能交交什么portfolio啊 然后自己达到好自己的那个career epath之后呢 他们真的是找到一个好工作家 还有有些在戏骨 有些在不知道在哪里 然后就是生活过的光鲜亮丽这样 没错没错 然后我看他们的寝室也打造的 非常的梦幻 那想说哇 他们整个头衔都有 我真的蛮羡慕的这样子 真的是一个胜利主 对 我就想说我可能也可以借UIUX 踏上这个人生胜利的那个 你知道红毯吗 对 OK 连男友都 连结婚对象都一起找到了 对 你说网页设计师 对 透过合作嘛 就是一种 其实在我们的业界也很多的八卦 就是其实设计师 最终还是会就是找到一个 可能跟城市或者是工程师的男朋友这样子 可能比较有话题或者是比较 可以协作 对 协作 对 所以我今天才想说 私心来做一集有关设计师的讨论 顺便跟小白学长那边讨教 看说这个职业是有发展还是没发展 没问题啊 如果是我可以分享的部分的话 OK 好 那 嗯 那我要 我要开始问咯 请开始 小白请开始 OK 因为这段时间我想说 我既然想了解一个职业 我肯定是要透过谷歌嘛 不断的搜寻搜寻搜寻 所以在我这段疯狂搜寻的这个图中 第一个让我错了发现就是 设计师除了分UI UX之外 还有好多好多其他设计师 就是像是说产品设计师啊 网页设计师 互动设计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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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感觉是美新 就是美新的一个 一个新创公司出来 他就会有一个新的设计师的名字 你知道吗 就是我看到太多了 对 不知道小白 有没有听过什么UX的那个 叫什么 Designer 还有另外一个词汇 UX的 Specialist Specialist UX Researcher Researcher 对 Researcher 对他的专门很像是大学教授的感觉 对 没错 他让我的感觉比较像大学教授 就是不断的做研究啊 然后去真的是反复验证一件事情 我想说 哇 我建议的UX 也可以做到这种地步 感觉就是学术延伸那种 那种样子 对 所以我想说 哦 我刚开始 查这个时候就是超级混乱 然后这些职位之间的差异 就是让我非常的头痛 所以呢 我最后呢 有一点小头绪 所以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然后如果有不对的地方 还要请小白学长这边补充一下 OK OK 好 那么 我这边是把这些职称两两做比较 如果是UI设计师 他UI代表的是User Interface嘛 对不对 嗯 没错 他这个中文是使用者界面 我这边查到资料是说 他比较特别重视视觉化的设计呈现 然后另外一边 UX就是User Experience 他这边就是代表的是使用者的体验嘛 Experience就是体验 所以顾名思义啊 就是他着重的是 让使用者会有更好的 更优质的使用体验 对 然后在这个UX刚刚刚讲到有researcher跟 Specialist Specialist 他们他们在做的这些事情可能有牵扯到一些人类学心理学啊 什么阿里拉扎什么东西都要懂 没错 这个跟人类的那个人因工程有关系 他其实也是一个Engineering 如果真的对UI UX这件事情有走到researcher或者是Specialist的话 其实你可能还是需要去读一个Engineering的Program 去了解怎么去做研究跟做访谈 哇 听起来是个硬的职位耶 哦 如果你真的是 如果你想要达成人生胜利组的话 对 想要赚的够多就是要读的够多这样吗 读的够多以外呢 就是也多了解一下对方搞不好还有另外的机会 的获得更好的职位或者是薪水 哦 OK 小白对Specialist有兴趣吗 我对于赚钱的职位都有兴趣哦 真的哦 那你觉得考你一下哦 好来 就是小白知道就是国外的UX researcher跟国外的这个UX的Specialist 哪一个薪水比较高吗 其实我不知道Specialist在做什么耶 可是我这边猜的话 觉得Specialist感觉会高一点 因为他既然已经有就是Specialization的一些就是东西出来感觉会比较转 嗯所以是吗 哦其实小白答对了哦就是Specialist会是比较高一点点的 但因为其实UX researcher他这件事情其实在呃比较大的公司才会有这个职位 哦那在中型公司可能就已经会有就是这个Specialist的这个职位了 但是因为UX researcher其实他就是会比较focus的在事情是他怎么去做访谈 把使用者体验做得更好 OK但是他可能会偏向的是呃市场 OK那在Specialist他可能就会比较添加量呃比较多的就是访谈工程 OKEngineering的部分怎么去做分析 然后找到一个问题之后去帮大家解决 并且implement到这个程式设计或者是呃应用程式里面 所以他要做的东西反而是要更深入的 了解这样听来他就是一个比较嗯 比较深入然后比较更需要思考 然后就是那种pundering的那种角色 呃呀你可以这么你可以这么说 因为他必须要真的去呃push他的产品 真的能够做改变吗 如果说这个产品不能改变 你可以想象一个UX specialist他提出来建议 结果大家都觉得哎这个东西他没有办法带来更好的体验的话 那他的职位就会这样失去了光芒吗 对也会被取代也会被取代没错了解 那有没有什么UI specialist还是只有UX有 呃如果是UI的部分就会比较偏向是视觉 所以UX的部分他会有special list 但是呃在UI的部分目前以小巴学长听到的 可能还比较少在台湾有出现这样的一个职位 大部分还是会在UI后面加上designer的角色比较多 UI design 嗯这也跟小白这边听到的差不多 OK那么如果是网页设计师跟产品设计师的差别 我这边的research的结果是网页设计师他在做的几乎都是网页性的东西嘛 因为因为顾名思义嘛 然后如果产品设计师就是在开发app的就是也不是说开发app 可不过就是设计app的一些排版性的一些东西 对那小白学长对因为我这边对于网页跟产品其实搞不太清楚 然后我这边有看到一些资讯说产品设计师其实在台湾有时候很常跟UI UX混在一起 就是他们职称之间的他们职称之间的connection非常的紧密 对想说中小型公司就不太会分啊或者是乱取这样 对啊因为这两个的职务其实因为都必须要具备一点点设计的sense 不代表说你一定是要做设计 像specialist他其实不一定是他很擅长设计 可是他必须要很懂就是怎么去做沟通表达去把访谈所需要的需求 把它从他的这些问卷里面呢去tuning出来 这其实是不一样的一门学问嘛 对不对 那在设计方面呢他就必须很focus在设计 所以如果你有接触到UI and UX designer的话 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他对设计已经有一定的基础的这个技术能力了 专业能力了 然后他也想要朝就是产品开发或者是产品体验的方向走 所以就会叫UI and UX designer 就是全面性的 其实在台湾这个词会已经开始慢慢变成显学了 不会像以前像大家会叫你可能是网页设计师 如果你是在比较新的产品团队的话 或者是比较放眼国际的一些新创团队的一些产品设计师的话 你可能就会是挂这个职务 了解 那么我第二项有趣的发现要跟小白学长这边分享一下 什么有趣的发现 有点害羞耶 他说国内啊就是我这边看到国内设计师 他们大多给后辈的建议都是那种 你要想清楚哦 就是你要足够的兴趣跟毅力 你再踏入这一块会比较建议这样 然后如果是国外设计师他就会想说 你哪里来就是只要有能力都来 就是说这边竞争压力虽然他跟你摆明就说 OK竞争压力很大 不过他们收入也是相对的丰厚哦 就是他们是真的赚蛮多的 相对来讲就是我们讲的是水平 生活水平来讲他们也是赚蛮多的 所以只要你有只要你有能力就会有职权 这种感觉 对所以我这样看来我就觉得说 好像国内的设计市场好像已经 已经是红海了是不是 反观国外啊 虽然这个UAX这个名称已经 这个职位已经盛行了很久了 不过好像市场也是呈现功不应求的状况吗 是这样吗 那我自己这边观察是不是这样 OK 其实如果大家以最近的就是这两个月来看 其实矽谷有一个反弹 就是说因为前阵子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是可能在家上班啊 或者是就是可能有些职缺会就是会close掉 但因为疫情其实慢慢趋缓嘛 所以最近矽谷有一个波反弹 就是他开始释出了就是比平常多了多了 可能可能一倍的一个一个一个职位量出来 这么好 可能工程师设计师 冲了冲了 对对对 主要是因为前前阵子可能已经疫情关系受影响 那现在他就是有释出这样的职位 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就是这些的这些职位的描述啊 看哪个是你符合 那如果以UI约细设计师在台湾的发展 其实台湾的发展还是比较容易遇到个天花板 OK 不管你在哪个阶段 你可能定位你是一个middle level的 middle level的或者是你定位是一个junior level的或senior level 不管是哪个level其实都很容易遇到天花板 因为每一个公司的看待UI UX的它不是累积性的 它是你换一个环境就要重新累积 换一个环境就要重新累积 OK所以你要怎么去提升你UI UX的设计师 你只能去找到可能 maybe说一线的公司去学习 你才有可能真的说你的实力是一直一直往前进 或是一直一直跟着业界的经验走 不然有可能你今天在UI UX设计师在一线的公司 待完你到二线到三线的公司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的能力可能就没有办法一定的实时与进 与进这个产业 因为其实这个会是更替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会是一个我觉得在台湾会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就是变化性也会比较高 OK 然后你所得到的生活水平不一定相对来说 比国外的选择更来的好 那我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因为我有听到说台湾对于设计不是很重视 或者是说觉得说设计谁都做得出来 不管是网页设计还是平面设计 这个说法算是对吗 因为这会重重的影响到这个职位的薪水啊 还有未来的发展 有没有天花板这个问题这样 其实小白提到这个问题应该是大家 就是如果假设我今天要进入一个网页设计的话 应该会遇到问题 因为其实台湾的网页设计 坦白说就是会比较容易遇到天花板 相对比可能其他的职务 比如说工程师 或者是这个专案经理 因为设计的职务在这上面呢 如果要去做一些挑战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来的容易去 这个有变化性 他在产品上面啊 还是要根据你现在有的产品呢 去做一个调整 去做个调整 所以像刚刚小白讲的其实是对的 就是应该是说 大家都会意识到这件事情 那你说他到底对不对 没有绝对的对或绝对的错 就是你在什么环境下 把握机会 所以为什么 我们会就是说 为什么要介绍UI UX 就是因为 其实如果你对于UI有遇到瓶颈 其实你可以考虑往 就是UX的方向走啊 或是要去做一些User Research 去帮助你自己加值 增加你自己的竞争力 因为我在就是有看到职缺方面的落差 像在台湾 我就想说 因为我其实也蛮有兴趣说 有没有要踏入这个领域 所以我就在那边查了一下 他们的搜寻量其实蛮有差的 就是UI显然比UX高很多 在台湾现在目前的样貌的话 那因为刚刚小白学长有讲说 如果你是UI嘛 然后你可以慢慢往UX那边move 可能薪水啊 或者是前景会更明亮这样子 那这样子 如果UX的职位在台湾不太多的话 要怎么办啊 就是 是有机会再更多的吗 就是这个缺是有办法再扩大吗 还是其实我们还没有流行到 如果是以这个角度去区分 就是流行度的问题的话 其实台湾是 在第一波就是一线的设计师 其实已经是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 可是如果今天是二线三线 就像我们讲的 可能是中小时间公司 可能他们不一定会安排这个职务 甚至也不会进入到 你的工作范畴里面的时候 其实像小白 如果假设这件事情发生 你是不是也很难去在意这件事情 对 对吧 因为你可能工作第一个用不到 再来就是 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呢 别人他可能 你身边人可能也都是聊 比较多关于UI的部分 或者是就只有进UX的部分 那更不用说 UX其实比UI更难的 去在我们生活中去做实践 UI我可以画出来吗 对 但UX你必须要有产品 然后你必须要去访问别人 说这个东西好用或不好用 然后为什么你觉得好用 所以 他应该会是一个 就是说在职业取向上面 你应该是要有一个堆叠式的方式 去堆叠你的这个 career profile 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如果你今天是 转这个 这个做UI 然后 只仅限于这里的时候 那其实你没有办法再去更了解 其他产品的人 做产品的人 他们大概的样貌是什么啊 以及他们关注的重点是什么的时候 其实你就很容易遇到 就是所谓的天花板 先不用管薪水 但是至少你在技能上面 在知识上面 在认知上面 就已经遇到天花板 对 这是一个渐进的关系 如果你没有持续持续提升自己 或你的技能已经 踢到天花板了 那这样表示你的薪水 大概也堪忧了这样 对啊 你不会说我今天就是 就是我都只走一条路 然后就是我回家 我就只走一条路 对那你以后你怎么更快回到家 你就没有其他方式了嘛 对 对不对 想要回家 想要进那个钱多事少离家境 但是你还挑路走 那不好意思啦 对不对 对除非你很有能力嘛 对不对 你说用飞的是不是 我 我用那个 我用那个 戴个那个 竹心顶 哦那好丑啊 OK OK好 那 其实我在那边研究的时候 我就有看到说 像我刚刚提到的 国内UI的直缺会比UX多 可是国外好像是相反的一个情况 我不知道是说 国外的流行流了比较早呢 还是说国外比较重视设计 嗯 国外其实本来就蛮重视 就是所谓的体验这件事情 所以体验不是说 哎 你知道日常生活中 比如说我去买个饮料 他们总是体验 没有 我说的是产品上面的 就在科技产业 在比较新领的产业里面 至少在网络业 其他产业 我可能小小小可能不知 不能不能 他给大家多少的一些建议 但是至少在产品的这个领域上面 大家会比较重视的事情是 你的体验跟你的这个mindset 是不是open-minded OK 所以他就会在产品上面 有很多的讨论空间 以及去尝试说 有什么方法可以去tuning 我们的experience OK 所以你说设计在国外上面 其实反而变成是 他们的一种必备技能 就像我今天我出门 我骑机车我就要戴安全帽 对不对 然后我骑机车 我可能就是要准备我的手套 准备我的风衣 OK 这样才拉风嘛 对不对 这是一个基本条件 那国外就已经很熟悉这件事情 你不会说我今天出门就是不带一个风衣 或是不带一个安全帽 那对他来说他就觉得你少了什么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些基础能力 你去国外你就很容易被刷掉 OK 但反而是什么 对他们会觉得拉风的东西是什么 是你懂的experience 你知道怎么样去做访谈 而且你有成功把一个产品从A变成到A+,甚至到A++ 那就像Apple 对不对 iPhone iPhone 8 iPhone 7 Plus 对不对 他会不断的去plus这个东西 让这件事情价值更好 这就是产品他们会做迭代跟进一步发展的地方 所以 了解 这是实际上一个眼镜的概念 这样不断的一直加深那个产品的 就是使用体验 对就是一种使用体验 对 OK好 那么 听了这么多 我们也说了这么多 不知道大家对UI UX设计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以下留言区告诉我们哦 那么今天感谢大家的收听 城市超级白这集就到这里画下句点啰 最后小白和小白学长预祝你们一切顺利 设计师朋友加油 加油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See ya See ya